不愧是大家交相称赞的点 果然用料极为奢华 厨师的人品决定下写 好 那你对这道菜的评价如何呢 没有下写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家常菜要用家常的原料 吃的是情感 而不是奢华的原料 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像我呀 这个家常菜走进了餐厅 厨师跟顾客之间 产生情感连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都非常低 所以啊 你所谓的情感 无从担计 所以说人品决定下写 厨师都不在意顾客的感受 那如何做出更加美味的家常菜呢 你不觉得你这是很理想主意吗 你不觉得你冷酷无情吗 一个用如此言语 跟自己父亲说话的人 更冷酷更无情 要不然我们还是回归到菜品本身上聊一聊吧 嗯 不行 你这么还怎么采访啊 不采访 就别猜了 您别介意啊师叔 好 我没事 我不像某些人那样的 小肚鸡肠 你不要在那血口喷人 我有吗 我这是实事求是 不够 我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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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